当我们的皮肤有各种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哪怕是湿疹 都一定要保湿的 很多人可能觉得 如果这个是湿疹 它就难道不应该是怕湿吗 不是这样的 皮肤越有问题 你越让它保持一个湿润 但是你不是用水去保它 你是要用油 所以这个椰子油润护膏 我是专门做的一个万用膏 你皮肤有问题的时候 是很怕很怕刺激的 这种时候 有很多东西都会觉得很刺激 这个时候你就用椰子油润护膏来用 这个椰子油润护膏 你擦在身体的任何部位 它都是非常柔和的 它不会刺激 那么这样子一来呢 就会保湿 因为我们皮肤 只有让它涂得油油的 那么才能够真正的深层保湿 这样子一来 如果你皮肤有问题的 才会容易好 尤其是小孩 那如果说也要是用这个仓竹的时候呢 就是用它来预防 或者是平时你容易皮肤有问题的人 你在皮肤急性期过了以后 你就天天抹这个仓竹身体乳 也就是说它能够把你皮肤里面的这些不好的 预级的一些东西给它搜刮掉 那它就不会发出来变成疹子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何来 调理皮肤的一个小方法 这两样是配着用的 这个是比较猛的 它是搜刮 而这个呢 它是润护 所以你就这样来配合着来使用 我只是需要一样 scripture 我批判你 ボール 我批判你 这会是什么 我批判你 你 感谢观看